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宗成 耕读堂的朋友们 尤其是耕读堂 我要强调耕读堂飞行山 吴宗成冒险学校 这三个品牌 要分别代表三个意义 那我们先讲一下 今天聊这个东西 还是跟这个谈到什么 谈到第一个隐居 第二个 第二个是闭关 第三个是这个出家 出家包括短期出家 首先我们来讲隐居好了 我在大陆很多媒体上 都有访问一些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 大部分都是一些 从事艺术工作的人 他在深山里面 不是深山 高山 不能算深山 因为那个地方 要爬上去不太难 而且没有什么老龄 这一类的 如果老龄你要到长白山上 或者东北那地方才有 那他也不 或者是在那个四川等等等 他不是在那种很隐蔽的地方 他就是在一个山上 高海拔的地方而已 在那里群所居 少数几个通道 那在住在不同的地方 就跟以前的山村一样 三家村一样 那实际上这种 这种里群所居 所谓的隐居现在形成一种 逐渐形成一种风气 我个人觉得 其其以为不可 因为什么 因为这些年轻人二十几岁 三十岁 他也不是生病 他不是去养病 如果说你要去养病 静养 可以 或者是你要闭关 闭关是要 闭关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隔离跟这个社会 纷扰的这个环境 隔离 隔离之后你要干什么 要克其取证 这是佛家语 禅宗的话 克其就是 你规定一个时间之内 我一定要 要证悟 取证 就是取得证悟 那个证悟是证明的证 悟是觉悟的悟 这是禅宗常常要闭关 就是要为了克其取证 克其取证的意思很简单解释 就是像比如说 你要参加高考 大陆奖高考 台湾叫做大学联考 你要参加大学联考之后 你当然要有一段时间 要K书 K书中心的目的就是闭关 他没有音乐 没有任何操作 不准人家发出声音来 你就在里面看书 很安静的看书 就是这样 就是让你入定 这就是一种闭关 闭关你并没有离群所及 为什么 因为你还要吃饭 干什么 回家睡觉等等 你没有离开家庭 你仍然是跟人群是在一起 只是说你要隔离 跟人群暂时隔离 隔离开 像比如说现在是 那个新冠病毒的疫情 现在大家都是一个闭关的 很好的时间 所以我说疫情期间 请看我 就是说看我之后 你可以得到一些知识 为什么我反对隐居呢 隐居首先 如果说你身体上完全没有疾病 OK 那万一说你有一天你在走在山路上 不小心被蛇咬了 或者是被什么 野兽攻击了 乃至于说爬山不慎 滑倒摔倒 摔倒的时候 你一个人是孤立无援的 那是非常之危险的 你连那个手机也没有 什么的求救信号 你都会发不出来 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很危险的 那如果说你要 就比如说我们去登山或冒险 都要结伴而行 你这个隐居如果一个人 我个人认为 七七语而不可 不是因为你无法治理 而是因为万一有意外情形发生的时候 那另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这些隐居的人都是有特殊的背景的 比如说他是学美术的 我特别举那个例子 那个他是美院美术学院毕业之后 他大概是专攻绘画吧 绘画然后他这个到了高高中去教那个高三班 就是冲刺大学的那个要考美院的这些学生 那个专专门的这个班级 他去他去他去做这做了三年之后 他觉得每次送一批人去去 有一些人考取了 有些人没考取 他觉得这个工作很无聊 routine的工作 就是周而复始 因为如果你要做素描的话 都是基本功嘛 你不管画水产画油画 他都是基本功 你能指导的就是技术 而不是创作 所以我曾经讲过说 有的人认为说设计不能够创意 不能够学习而得 应该有自发的 那我说创意是没有错 因为有些人没有任何学历 他也没有读过书 甚至于文盲 他创意无限 但有些人呢 读了很多书之后 他毫无创意 因为他被他绑死了 被这些知识绑死了 所以这就是知识障了 那因此一个搞创作的人 比如说你今天这画美术好了 就是绘画好了 你光是绘画的人 他也叫创作 你看那美展 他都是某某人的创作作品 创作也就不是拍照 这种 都叫创作 创作他也是有意境在里面 那这个创作就是 不是完全这个逆增 而是他有加上他的心意在里面 这种创作的人 他必须要走在一般人的思想的前端 那你今天如果说你隐居了 你跟这个世界隔绝了 你有铁布山金钟罩 跟这个外界隔绝了 这个虽然居住在这个市场里面 但是而无车马轩 那就是一种金钟罩 这是好事情 但是是你的心境 而不是你的环境 那因此 如果说你 你今天二十几岁或三十岁 你停留 你在那个隐居的时候 你就把你所有的能量 就停格在那里 而其他人 在世间活动的人 还在继续进步当中 你在那边只要等到你一出来 我曾经开玩笑说 那些印度高僧闭关 闭了三十年之后 一出来之后 走到马路上 就被车子压死了 因为他那时候 没看过汽车 汽车还没发明 也没看过飞机 抬头一看 脖子扭到了 飞机飞到飞过去 什么玩意儿 什么铁的鸟 诸如此类的 还有他也不知道 要走路要靠右边 因为在他闭关之前 这些东西都没有 都没有发明 等到他闭关出来之后 这些东西全都是新的 对他来讲 太多的这个资讯 一下子冲到他脑子里 他受不了 这就是隐居的危害之处 在这里 假如说你今天隐居的时候 你要专攻某一项技能 比如说你要谈古琴好了 那古琴你要有 读学而无有则 孤乐而寡闻 学任何东西都有 四大要素 师 法 吕 地 地你有了 可是你没有吕 没有道吕 再来就是有法 法要什么人来传 要有师父 所以你要师 法 吕 地 四者缺一不可 当然西藏的密教 他们叫师法财吕 所以财 钱也很重要 因为要请上师 要花钱 那我现在讲的不是那个玩意儿 我今天讲的就是 你隐居这回事情 假如说你没有人跟你切磋的话 你永远你的 你不但定格在你原来的位置 而你还继续退步 因为你没有办法跟人家切磋了 你没有新的资讯产生 你的脑子就退化 退化 如果你要种地的话 你平常可以去做假日农员 像台湾就有所谓的那个假日农夫 你可以跟市政府租一块地 那块地你要种什么 都可以 还可以围起来 没有人管你 你只要付一点些许的租金 假日农员 假日农夫 这个台北市就有 那新北市有没有 我不是很清楚 但我记得 我很多朋友都租了地 因为他们小的时候在农村长大 他永远忘情不了这个 有的甚至于还在山里面买了地 那个山里面我去过千山万水 光是车子停好以后 走进去就要走一个多小时 那里面没水没电 你很难想象一个高学历的人 他会在那里面 而且你一进去就是一天或者 或者是一天半 因为是周秋二日嘛 他是礼拜五晚上下班之后去那边 然后走到那里面去天黑的 没有电没有水 所以你到里面去 你只能够点那个油灯 然后那里就是一个工棚吧 那你可以想象看他的卫生设备什么 那水是抽地下水 有那个手棒 凡子种种就是要回归到原来的 就是我们童年那个时代 这也不是件坏事 但是他是 星期天下午他就拔营了 就从那边 他那边种了果树 他他只要休息的时候去那边果树去 去帮他除除虫 什么或者是施肥等等 他做这些工作 他进去的时候 并不是空手进去 他背着肥料进去 凡子种种都是 他也是一个假日农员 那是他买的地 因为那种荒山野地的地很便宜 我觉得年轻人应该要做的是这样子的东西 而不是隐居 隐居个什么东西呢 对不对 所以你看起来很美 实则不美 为什么 因为他的卫生条件 就跟我童年一样 那时候没有什么抽水马桶 都是茅房 茅坑 到处都是苍蝇 然后你那个粪便的处理 你不可能离开你住的地方 一公里的地方 你跑到那边去上茅房 下雨天怎么办 晚上怎么办 而且那个人的粪尿不能立刻使用 要堆肥 堆肥的时候 那味道又怎么办 凡子种种都是年轻人 那边看起来好像田园 田园之美 实际上田园也有很多的色身香味触法 都不舒服的地方 可以这样讲 只是我们记取它好的地方 比如说我大概四十年前 我回到我的老家 我父亲的出生地在大陆 我去的时候到处都可以闻到 包括台湾的屏东在内了 到处都可以闻到那个堆肥的味道 很难闻 但是有些人从那边 从小在那边长大之后 他很习惯 那我闻到那个味道 这是堆肥 他说对啊 你怎么知道 这个我非常清楚 我们大陆那边也是有 可是你现在到我们老家去 现在当地的政府已经规定 不准用堆肥 要化肥 同样的在台湾还在用堆肥 那但是因为你很少去了 所以你少闻到那味道 其实那味道并不诱人 尤其到晚上的时候 堆肥开始发热发酵的时候 那个味道更大 凡子种种都是你看到的美的地方 除了美的地方还有其他的呢 色、生、香、味 不是那么美的 因此那个隐居这件事情 我认为这个不必 为什么 因为你是逃避人群而已 是逃避而不是你要避开 是因为什么 因为你的圈圈里面有斗争 比如说你长期 可能你做了三年之后 你都没有升职 每次考级你都不是最好 然后你的主管暗示 要你贿赂等等的 还有同事之间的勾心斗角等等的 这都是生多周少是在所难免 而且人心险恶 这个是很明显的事情 但是我们不要去学工斗 学那什么 这个钻 那个钻的工斗 我们不要去学那种工斗 尤其是我们觉得说 我们修了禅 我们修了佛之后 有宗教信仰之后 我们的心胸开广 可是人家 人家不会放手 任何好机会都被人家赞 所以 你会觉得 愤愤不平 平什么都是他赞 你会觉得你的同事 都是跟你 这个 以灵为祸 觉得他们都是仇人 可是 如果说你退一步想 这个环境非常险恶 可是你要在这个险中 什么 求生 而不是求圣 求生 因为你还是需要 需要薪水 来养活 设身 那你可以在 公余之辖 去参加其他的活动 如果你有宗教情怀 以台湾来讲 台湾就有两个行善团 一个嘉义行善团 一个宝岛行善团 一个宝岛行善团 还有没有第三个 我不知道 我觉得这两个行善团 都很值得参与 你免 你不收一毛钱 你去帮人家盖房子 去铺路 去建设桥梁 那个宝岛行善团 专门盖房子的 那更有意思 因为它里面有水泥工 有木工 有瓦工 有电工 还有水匠 还有那个 装潢 室内 等等 都是技术 而这些师傅们 通通都是 都是 劳心劳力 而且不求回报 他们的材 他们的那个材料 什么 都人家捐钱 社会善心人士捐钱 来给这些贫苦人 盖房子 这个 其实这个 这种行为 是最早以前 在美国开始有的 美国总统 以前卡特 还亲自下去做 那个木工 木驾 然后这个 原来是宗教团体 发起的 那台湾 这两个团体 跟宗教无色 如果说你假日里面 你觉得这些污浊的 你的环境 职场里面 非常污浊的话 如果你觉得你很清高 你不如去参加这种活动 贡献自己的心力 我事实上 那个 我自己都很喜欢 想要参加 而且我个人 一再提倡的一个就是 莫子学院工艺课 也就是 一个 一个 业余的一个 一个 这个工厂 木工工厂 或者是五金加工工厂 那它主要是 要用你 用DIY 用手做 那主要是 这个 做这个东西 那你如果说 你在这些 参加这些 不同的团体之后 你就会碰到很多 可爱的人 纯洁的人 善良的人 跟你没有厉害关系 所以他跟你 不会勾心斗角 那 那你这些 这些团体 才是你充电的 的基础 而且异业交流之后 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比如说你只会画画 你可能不知道 水电怎么装 你去参加这种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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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团体之后 你跟着那些水电师傅 跟着他做 当他学徒 他就会教你 你就帮他做了 做了之后 你就会从中间学 从做中学 这是非常之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比你闭门造区的去隐居 要有意思 那你隐居在那边干什么呢 脑子里面在那边打转吗 还是在那边发呆 或者是放空 等等等 这个都是浪费青春 浪费时间 浪费生命的行为 我个人是这样 不是说你不去赚钱 就是浪费生命 浪费青春 浪费时间 不是 是因为你没有学习 跟读堂就是不断的输出输入 输出输入 就是这样 终生学习 所谓keep working keep running keep learning 这三个keep 就是我强调的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飞行禅 第二个我们来讲的闭关 我讲说那个飞行禅 禅里面的 我说飞行禅是一抄直入 一抄直入是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为什么害怕 我们恐惧的来源是什么 心理学家可以跟你分析一大堆 我们不用分析 我们直接面对 我们为什么很多人修行了宗教之后 又怕黑又怕鬼 还怕死 三怕 那如果说你真的是 飞行禅是要告诉你 你没有什么怕黑的理由 也没有怕鬼的理由 鬼乃人 神鬼都是人造 第三个 你不怕死 因为飞行是有危险性的 你要面对着自己的生死 你如果说你能够面对自己的生死的话 你经过飞行禅的训练 你才有资格当个将领 我可以这样直接告诉你 你才有资格当一个领导者 如果一个领导者 现在站在你前面上面 而他没有这种经验的话 我告诉你 你私下可以鄙视他 当他come back的时候 你不用动手 你不用跟进 为什么 他没有资格领导你 应该你领导他 因为他是个孬种 真正的不是脑种的 就要学习飞行禅 那我讲说好 跟你都飞行过之后 你也悟道了之后 怎么样呢 是不是我就 我就变成阿罗汉了 或者是我变成神仙 或者怎么样 都不是 我说过 你悟道完了之后 还是什么 还是这个 回身且入红尘里 食指接头吹齿巴 这首祭语是我讲的 也就是 反身再入红尘里 就是你经过飞行禅的训练之后 你知道你的胆势各方面都超人的 都超乎常人 我可以讲说 经过我的经验里面 你是万种选一的角色 你经过飞行禅的训练之后 你是万种选一 你有胆量 你也有经济能力 你还有努力学习 你不是一个老初 你才是真正的一个人中人 人上人 你有了这个能力之后 那是你的能力 ability 跟你的energy 是在你体内里面的能量 你不用告诉别人 因为食穷解奶线 一旦有朝一日 你就用得出来 那我说 你有这样的能力之后 如果你在职场里面 仍然斗不过人家 还被人家踩在脚底下 你也不要抱怨 迟早你有机会 因为你有能量 你有潜能 potential energy 因此 转身重入红尘里 你修炼完了以后 你自己知道你的能力之后 你回来 你再看那些 那些王八蛋 你根本瞧不起他 哪怕他是你的高级的主管 或你受雇于他 等等等 你都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哪怕什么将领总统 什么元首 什么狗屁的人 你都不会 都不认为他们是个什么东西 他们没有资格领导你 应该是你领导他们 我已经讲过 这个时候 十字街头吹齿巴 十字街头吹齿巴 什么意思呢 齿巴就是肖 这个是日本的那个吹禅 也就是那个所谓的那个虚无忠的 据说中国的那个吴子虚以前 刚到吴国的时候 因为他从楚国到吴国的时候 没有不认识任何人 他因为他从小就喜欢吹 吹销 所以他就在路边吹销 乞讨 所谓十字街头吹齿巴的意思就是 人家可能把你看成就是一个 乞讨的人 而实际上你有什么能耐 像吴子虚就是典型的 这个十字街头吹齿巴的意思 就是暗指吴子虚那个典故 还有日本的吹禅 Blozen 也就是那个虚无忠的故事 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搜寻一下 吹蚕吴子虚的故事 我另外有影片 这就是你有那个能耐 实穷解奶线 到了一个非常时期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显现 大家要公推你做领袖 因为你有能力 领袖不是这样随便用票选产生的 也不是靠运作什么什么东西的 所以这就是飞行蚕 你要突破你自己的现况 你可以用别种方式来肯定你自己 飞行蚕就是一种肯定方式 那耕读堂就是 你不断的输出输入 你不要去闭关 你不要去隐居 可是你可以闭关 闭关就是修炼某一种东西嘛 比如说你晚上你可以参加 这个墨子学院工艺课 或者武艺课 你可以去学一些武术 这上面都有嘛 从飞行 骑马射箭 风浪板 帆船 等等 乐器等等 所有的东西都是修炼 刚刚讲的摧残 摧残是用摧销 摧销来代替诵经 的一种佛教修行方法 在日本叫做 历史上叫做虚无忠 现在已经没有了 因为其他原因 我们不在这边多做介绍 那第三个是出家 我们现在在台湾 常常可以看到很多出家人 常常还有什么佛化婚礼 这四个字 这四个字其实是很荒谬的 为什么 因为佛教释迦摩尼就强调 大家要离开爱玉 所以离开爱玉 他自己就有妻妾成群 然后还有儿子 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出家了 他也不顾他的家庭 也不顾他的孩子 他自己就去修行了 因为他看破了一切 看破了这些东西 所以佛教里面强调的是 要秉除爱玉 那家庭的成员就是因为有爱 不管是夫妻之爱 男女之爱 亲子之爱 这些东西都是爱 那既然说他要隔离这个 所以你要离群所居 所以他们必须要 有这些人集中在一起 叫做生团 如果没有生且 如果没有这些人 没有集合在一起 他就单个的人 就是头驼行 头驼行 就是头驼恨 就是像那个沙无记 那个形状的 那个武松也叫做行者 头驼 修行者的意思 那这些东西就是 他自己独立修行 但他没有生产 所以他必须要靠乞讨 所以那个比丘的意思 有两种解释 有的人说比丘是 那个印度化 说是一种很贱的草 就像野草这样 很容易生长 所以比丘就是这样 另外一种说比丘是一种起事 乞丐的起 人事的事 那个帅事像鞠马炮的事 叫做起事 起事的意思就是乞讨 简单讲就是乞讨 他的平衡 心理平衡的方式 你给我食物 你给我物布施 我给你 我告诉你佛法 这叫法布施 所以银获良起 那这个是佛教的人 但是如果人家是异教徒 他哪听你这个 他只看你可怜 他就像 反正这个多的食物 就是供养你嘛 希望你能活下去嘛 哪怕你讲不讲道 他不太注意 他就是供养你 就是无缘大慈 那个 那个 这个 统体大悲 他就是没有选择性的 就是他就是施舍 施舍就无畏施 就是这样 他不求回报 那这个就是佛教的出家 这个 那个刚讲的佛化婚 你既然释迦摩你已经讲的 要那个要秉齐爱欲 那因此根本 他就不鼓励结婚嘛 就鼓励独生嘛 单身嘛 男的女的都要单身 因为他不能够参与爱欲 所以没有所谓佛化婚礼 所以当年有人在提出佛化婚礼 由那个法师来证婚 觉得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如法 现在的佛教有很多的改革 改革 我们不能讲改良 因为它跟原始佛教意义是冲突的 再来就是这个出家 出家的意思就是说 你离开你 你一个俗家的这个家庭 比如说你 你原来是百家姓里面的一个姓 现在你不姓这个 你要姓另外一个姓 一个姓叫士 士姓 士就是因为释迦摩尼的关系 你现在进入真团之后 你就要改姓士 士加摩尼的子弟 再来他会给你一个法名 以后你就用那个名字 就不再用你的俗名 当然你的身份证 还是用你的俗名了 可能是用你的俗名 但是你这个 你跟你的家庭已经断绝关系了 跟你的父母 跟你的亲人 跟你的子女 全部断绝关系 所以你将来死了之后 就是真是真了 各位有机会看过那个 佛教主持的原集的时候 那个遗嘱上面都写得很清楚 就是他虽然有很大的妙产 可是他不能处理 他要由真团来处理这些遗产 这些事产 都不是他个人的 而一般人的死亡之后 都要有遗产嘛 要移给他的那个亲人嘛 但是佛教徒是没有 没有这个 没有这样继承权力的 那真是真了 由真团来决定 那这些东西就是已经 已经隔开正常的伦理关系了 所以佛教以前在中国传入的时候 很大争议都是在这里 因为他跟儒家很多的想法 这个伦理观念是隔隔不入的 那我们再来讲一下 这个很多的出家人 比如说我自己是佛光山的信徒 我对佛光山所有的贩拜的活动 我只要有空我一定参加 我非常 而且我每次都跟着唱唱送 而且两行热泪 这个如雨下 因为我对那些贩拜的那个音韵 非常的感动 而且他的词我也仔细提问 那些都是前人大德们写的 这些都是有文学底蕴的人写的 这些词都很有意义 那因此只要有这种活动 我都会参加 我曾经看过一次 在台北市国父纪念馆前面 大家都排了长龙 准备鱼冠入场 结果有一个出家人的家长在那边 大声的在那边谩骂 他说我的孩子 这个研究所毕业 不去做这个研究工作 这个不是不去做 辞职来出家 出家之后以为他要修行 或者创造什么伟大的这个理论 结果没有 居然参加在这边又歌又舞的 就是那个贩拜的那个表演 他说这个跟修行没有关系 当然他在这边谩骂的这个家长 显然他自己也是有相当的 相当的这个学士基础 你可以听到他讲的这个内容 真真见血 他说的就是说他的孩子 好不容易研究所毕业了 可能是担任什么研究员工程师之类的 他应该在这个岗位上面继续做 怎么会要出家了 出家之后能做什么呢 扫扫地 出波 劳动 种菜 或者是到处到处跑帮人家那个 那个 拜餐 有家有人上市他们做法会 专门干这些东西嘛 要不然就劳动 这些东西不需要学历 他这么高学历的人去做这个 对不对 哪怕说他就做那个轮调 轮调到那个什么刊物的编辑好了 他也离那个修行跟他本科的东西没有关系 他到底对人类有什么贡献 而现在居然这个拜善大会里面 他在那边里面再做了衣角又唱又跳 所谓跳的就是有一些法式 各位如果看过那个佛教的科宜 你就知道 他有很多的动作 那个都是从古传到经的 那你说你做这些有什么意义 那些 那个我们就不在这边比划了 意思就是说 他的父母可能不是佛教徒 或者是 但他反对他的子女去出家 反对的理由 就是认为说 这些拜 这个拜 这些泛拜 不能代表佛教修行 佛教修行似乎应该要打坐 在那个 在那个 深山老林里面 或者是与世隔绝的地方 这些都是错局 全都是错局 那最后这样讲 所以我个人认为出家 是不是最好的归宿 我还是刚才强调过 有三个 有三条路可以让你走 第一个飞行禅 第二个耕读堂 第三个 吴宗城冒险学校 第四个 鲁班学院 不是鲁班学院 莫子学院工艺课跟武艺课 有这四条路 都是可以让你天天上 向上 而不需要去闭关 也不需要去隐居 更不需要出家 我记得我包姐 她也是佛 我们家都是佛光山信徒 她参加佛光山的短期出家班 她自己的悟性很差 不像我从高中的时候 我就开始读了很多禅宗的东西 所以禅宗的公案 我很熟悉 非常熟悉 1300则公案 我非常熟悉 因为看久了 所以当人家在那边放禅屁的时候 我马上可以遏止她 或者是走开 回避 但是我姐姐她不是这样子的 有这样子的背景 她也很信任短期出家 她参加过 短期出家一大早 天没亮就开始起来 就到大殿去拜佛 礼佛 她说拜着她这个腰痠背痛 当然每天吃素是一定的 然后再来就是出波 就开始